第五名加内特1995年NBA选秀,凯文加内特首轮第五选位被明尼苏达森林郎队选中,2003-04赛季获得常规赛MVP,2004-05赛季,加内特连续第六个赛季场局拿到20加10加5, 成为NBA历史上第一位,也是到目前为止,唯一一位连续六个赛季场均取下20加10加5的球员,连续第三个赛季打满八十二场常规赛,前场场首发,赛季场均抢下13.5个篮板,再度成为联盟篮党王,2007年赛季转会聚波士顿凯尔特人,和雷拉伦和保罗皮尔斯一起形成了凯尔特人赛巨头, 2008年的总决赛中击败湖人队,获得NBA总冠军,加内特也成为了NBA第一个,也是唯一一个拿到25000分,降下一万个篮板球,送出5000次助攻,并且贡献了1500个该猫和1500次抢端的球员,加内特的职业生涯中拿到过一次常规赛MVP, 15次的全明星,12次最佳阵容,一次全明星MVP,四次篮板王,曾经在凯尔特人获得总冠军,第四名巴克利1984年NBA选秀大会,巴克利的首轮第五顺位,被费成76人队选中, 企业生涯前后效力于费成76人队,被尼克斯太阳队和休斯多火箭队,个人荣誉,NBA年度MVP1993,NBA年度第一阵容1988,1989,1990,1991,1993, NBA年度第二阵容1986,1987,1992,1994,1995,NBA年度第三阵容1996,11次入选全明星阵容,全明星赛MVP1991,奥运会金牌,1992,1990,单选NBA50周年50大巨星,1990在NBA历史上,有四名球员得分超过2万分, 篮板,超过1万个和助攻超过4000次,他们是,卡里,穆阿布杜尔加巴尔,威尔特扎伯伦,塔尔马龙和查尔斯巴克利,被评为NBA50大巨星之一,巴克利绝对是一个特殊的球员,虽然身高不是很高,但是在内线还是很厉害的,靠的就是屁股往里攻,巴克利的生涯还算完美,11次全明星, 还有一次常规赛的冠军,一次篮板王,巴克利一生都没有冠军,在总决赛上败给了篮球之神的乔丹,第三名路维斯基2011年总决赛中他们面对热活三巨头,就连杨毅老师都说小牛队无法击败更有天赋的热活三巨头, 但小牛队就是赢了,司机季后赛场却27.7分巴依蓝板,2.5助攻,比排在第二的特里高出了10.2分,就这样爆闹成为NBA总冠军, 这是21世纪含金量高的NBA总冠军,就凭这一点他就比加内侧强,1998年以第一轮第九战为被NBA尼尔沃基雄鹿队选中,不久被交换到达拉斯,小牛队。 2007年,路维斯基带领小牛队打出队式67胜15负战绩,并读得了常规赛MVP。 2011年,路维斯基领衔的小牛队以4比2击败越获得球队首个总冠军,同时获得了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。 2017年3月8日,路维斯基成为NBA历史上第六个脉筋三位分。 大观的球员,德克·路维斯基是篮球运动历史上伟大的运动员之一,德克·路维斯基在打篮球的技术和品质上超越了很多人。 德克·路维斯基打球的方式改变了篮球运动,七英尺高的大个子都模仿他的打球方式,也改变了大前锋这个位置。 在篮球运动中的定义,第二名卡尔玛龙1985年选秀大会上,卡尔玛龙在首轮第13顺位被爵士队选中,生涯在NBA联盟一共定赞了19个赛季,其中有18个赛季在由他爵士队度过。 球运时代和约翰斯托克顿组成的黑白烧烧,让爵士队成为一只竟旅,两人带领爵士队两次打入NBA总决赛。 但是都未能东西冠军,卡尔玛龙职业生涯,共出场1476次,排在历史第四位,场军上场时间37.2分钟,从未在一个赛季中场军上场时间低于30分钟,共得到36928分。 在NBA历史得分榜上排名第二位,想到14968个篮板,排名历史第六位,1996-97赛季和1998-99赛季,卡尔玛龙两次当选为NBA最有价值球员,在1992年和1996年两户奥运会篮球比赛的金牌,并被选为NBA最伟大的50位运动员之一。 卡尔玛龙也是一身无挂,第一名等肯登肯排名第一,肯定是毫无争议的NBA第一大前锋。